- 國興汽車小紅 - 國興汽車小紅 大家好我是國興汽車小紅 那今天介紹這一台 2019年的奧迪Q2 那這台車呢 現在是比較符合我們現在的趨勢 就是做小休旅 跨界小休旅 它是轎車的底盤 休旅車的空間 底層只有跑三萬七千公里而已 它車子也是有做認證 全車也滿見 一年才跑一萬多也算是跑很少的 車況非常不錯 好那現在我們到 車側的部分 車側呢它有比較 設計的肌肉的線條 讓你整體上 看起來比較有張力 也比較好看 那它這邊呢它是 17吋的輪圈 那它的胎紋呢還很深 對 好那接下來我們到 後車廂的部分 後車廂的部分呢它整體的空間 非常的大 而且呢 它椅子還可以在做個 六次分離的傾倒 對 這樣子 然後 它這邊 還可以 有個空間 這邊也是有一個 音響的擴大機 讓你的音質 欸 變得更生動更好聽 好那現在我們到 車內的部分 那它的里程數 只有好 三萬八千公里而已 欸 里程暴震 然後再來是 它有 自動大燈系統 電速 然後方向盤 這邊有一個方向盤快控啊 然後 那個語音控制啦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到 中控的部分 OK 那這邊有一個 多功能的 的設定呢 還有一些 功能 藍牙 音樂 一些導航那些 對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這邊 就是有一個 欸 模式調整 然後 怠速熄火 雷達 這些 欸 情急防火 分區溫控 對 行溫空調 那這邊呢 它還有一個 電子手煞車 還有那個 AutoHot 的那個 系統 對 然後它這台車 它是免鑰匙 系統 所以說它可以有 摸門 還有按鍵式啟動 這樣子 好 那現在我們到 後座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看到B柱呢 它有一個 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就是說它這邊有一個 掛鉤 可以掛東西 可以更加方便 再來的話 這邊 有一個安全氣囊 兩邊的B柱都有安全氣囊 大大的提升 行駛安全性 然後 它 是小休旅 空間很大 不要看它軸距小 它 最主要它的空間 是像休旅車一樣 空間很大 那再來的話 它的皮椅呢 前車主顧得很不錯 對 沒有什麼使用痕跡 好 那現在我們到引擎室的部分 那它這顆引擎呢 它是搭載 1400cc的引擎 對 省油又省碎 然後呢 它的排氣量 雖然1400 但是它是做小排氣大馬力 它的馬力高達150匹馬力 零百加速呢 只需要8.5秒 有性能 然後又省油很不錯的車 這台車呢 它有做 YES認證 它也是全車原版件 然後里程也是保證才跑3萬8而已 所以里程跑很少 那如果對這台車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來電賞車 實在就是SUM